這個公式OK的 如果你不OK 可以跟我雲端上面這個公式比對一下 甚至你如果暫時可以直接拿雲端的來用 雲端版本第11頁這邊就這一段 你說老師那我一直出錯怎麼辦 我後面沒辦法做 你可以先一個動作 可以把這個公式直接貼上我上面的 打個勾應該也OK啦 向下填滿目前就OK了 然後再來我們要繪製一個 路接到前十名就好了 不用全部 因為路接到可能超過 好像有五六百條道路吧 那不用那麼多 一樣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OK之後的話我們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請你把路接到這個欄位 拖拉到列一樣的動作 路接到拖拉到池 那可是你說老師那這邊顯示出來的 並不是我一樣 很簡單嘛 第一個你做排序 跟剛剛一樣 游標放B4 然後資料裡面的立到A 有沒有 出現了 跟剛剛好像有一個關聯 因為最容易失竊就中山北路上面 那如果你只要前十名的話 很簡單 用篩選 所以這邊先把它立到A 那如果要留下前十名的話 很簡單 在列標籤這邊有一個箭頭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這邊有一個按鈕 按下它 然後找到什麼呢 找到一個值的篩選有沒有 就會出現前十名了有沒有 前十項 這邊有沒有 那當然前十項並不是說只能夠前十項 而是說你可以去修改它的項目 點它一下 那你要幾個 十個啦 當然如果未來你要二十個 你就改二十個就好了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 馬上這個住宅竊道排行榜 前十名就出來了 所以喔 裡面的話是不是有你住的 你可以就可以看一下 其中好像離我們比較近 應該是什麼 羅斯福路吧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把它繪製成一個直條 最後這個比較簡單 就是樞紐分析表 然後把它繪製成一個直條圖 按確定 然後放置的位置的話跟剛剛一樣 D2到L的20的位置好了 OK 然後呢 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修改上面的那個標題名稱 這個叫什麼 路接到前十名 路接到前十名 然後的直條圖好了 直條圖 然後呢 一樣把這個名稱 Ctrl C 然後改一下這個 就是底下的這個工作表名稱 並且把這邊記得框框點一下 然後改一下它的顏色 改一下它的這個出體 然後一樣把它改成20號字 並且把它的圖力取消掉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今天的練習啦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三個圖 第一個圖的話呢 就是折線圖 第二個圖就比例圖 第三個就是直條圖 而且只要前十名就好了 不過你可以看到前十名好像都是還滿有名的 那比較意外的應該也沒有太大意外 這些都滿大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可能是 像中校東路因為好像到七段了 所以其實很長 那當然相對的住戶也比較多啦 所以以量來看應該 應該這個數量也會比 切到案件比較多應該也不意外 好 只是中山北也比較意 中山北其實沒有中校東路那麼長 但是切到案件卻這麼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那個中山北上面也有一個分渠 很有名 中山 好像是中山一分渠吧 中山分渠好像在那邊啦 所以這個原因何在 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一樣嘛 你快點兩下有沒有108快點兩下 他就會把所有中山北路發生切案的 相關的地址都把它顯示出來 那你會發現中山北其實也滿長的 他好像包含到天母耶 有的是士林區有沒有 這應該是天母了 然後有些是中山區 OK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再把它分一下 到底那個切斷案件是靠士林的多還是靠中山區的這邊多 你也可以再延伸 所以這個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再玩玩看 那今天的作業的話 基本上就是請大家把這個台北市住宅切斷案件 記得喔 最後請你另存新檔的時候 他預設是那個CSV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一下喔 你不要用CSV 如果用CSV 而且你把它存檔的話 那就會有悲劇了 為什麼 因為CSV它只能夠存一個工作表 其他工作表都會消失喔 特別之以你要存對的格式喔 所以另存新檔的時候 請你把它存成叫做活業部 然後就繳交這個檔案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那時間好像剛剛好 所以今天的練習作業就是做這一個 那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可能延伸啦 你可以再做很多其他開放資料的練習 或者是你可以找一個 你比較有興趣的議題啦 我覺得這樣做起來你會比較有自己的感覺 你也想要知道一個事情的答案 比如跟你比較有關係 像之前有同學是因為自己平常有騎摩托車 他也想要知道到底台北市停哪裡是最不安全的 OK 你們就可以去把那個雷區給找出來 避免說停在那個地方 而造成失竊的問題發生 因為我自己摩托車就在念書的階段就被拖了兩台 一個地方是停在中華路上面 一個地方就停在我們和平東路一段這邊 就永遠就找不回來了啦 不過你學生時代一台摩托車也是滿貴的啦 所以盡量停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避免一些自己的那個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好了 OK